今天给大家讲的是胃炎 那么我们人体所有的器官除了头发之外 有两类的疾病 基本上是所有器官组织都可能发生的 一个是炎症 一个是肿瘤 那么我们消化系统也不例外 从口腔到肛门 那么无处不会发生炎症 也无处不可能误发生 可能存在着肿瘤 比如说口腔的疯癌 什么东西的 然后一直到肛门直肠 不可能发生 那今天讲的胃炎 也是很强 胃头的炎症 那么谈到炎症 大家都知道病理里头也有学过 炎症 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组织里面有 阴性细胞浸润 那么胃炎就是 无论什么病引起来的 肺病目的阴性的改变 那么可以有上肌细胞审伤 也有细胞的再生 那么有上肌细胞审伤 或者是再生 没有炎症细胞几分的时候 那么通常应该未必 如果有原性细胞几分的话 那么就成为胃炎 那么胃炎 我们专为急性肺炎 慢性肺炎 那么最重要的慢性肺炎 急性肺炎比较少 但是在我们一生里 人类一生里 它或多或少的 每个人都会碰到那么几次 急性肺炎症 这些肺炎吃坏了肚子 嘔吐 腓泻 这种情况 我相信在做的 有不少人就会痛到过 那么说比较少 是相对于慢性肺炎的 那么慢性肺炎 又有萎缩性肺炎 和非萎缩性肺炎 就是和来 还有特殊类型肺炎 那么现在给大家讲讲 急性肺炎 那么这一节的重点 应该是病因 急性肺炎 实际上是有多种病因 起来的急性肺炎原症 那么它的症状主要是 上腹痛 腹脏 恶心悟痛 那么如果说是 做个内进下去 就可以把脸膜疑了 甚至出血 这类病因呢 多多半是药物 细菌感染 或者疫情 引起来的 那么其中最主要的病因 应该是 动物流感军感染 那么它的形态学改变 就是刚才 我也简约的提到一下 内进下 主要是 胃脸膜充血 血肿 遗乱出血 累肺过性 严重的时候 可以引起 前表的亏扬 甚至比较深的背 那么病理上 我们学过 弥烂和肺痒 不什么区域 弥烂 要通常写进 练膜层 一般不超过 练膜基层 如果说超过练膜基层 就像不一样了 初学有这个 练膜内的出血 练膜下的出血 甚至练练的出血 到被墙里面 一般来说 练膜上皮 练膜有时候有后患 有时候不见得有后患 病率血液改变 既然是急性炎症 那么它通常都有 中性逆细胞的进化 可以有上皮细胞的上尸 腺体的流出 有蛆血液的渗出 等等这样一些改变 但是中性逆细胞的病人 是最主要的特点 那么病因 刚才简介的提到我一下 最主要的病因是 绒脑军医 那么除此之外 还包括药物 急性硬疾 还有酒精等 有这些病因 那么药物里头 最常见的是什么 中性逆细胞 就是非再提的消炎药 除此之外 还有肾腸腺 皮脂极素 以及一些抗生素 还有抗癌的药物 那么在西方国家 药物的耐用比较多 在我们国家内 由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越来越高 那么N-SYL这样的一些药物 使用的频率 也是非常非常大 除此之外 急性一击 比如说遇到了严重的创伤 大手术 大面积的烧伤 大的这种脏器 比如肝、肝、肾、肾、肾、腥、肺 这样一些脏器功能的衰竭的时候 它也可以产生身体的运机 然后导致急性 肾腿的缺币 它的发生机制是什么呢 就是肾腿的缺血 那么在肾腿的缺血之后 肾腿里面的酸反一扇 造成肾腿的缺币 那么乙醇也可以复合胃脏力的屏障 那么导致上肥腿的神态 硬币的出血 还有硬币的水准 平常表现 轻的肾腿 没有肾腿 重的 可以有苦痛、苦腺、肚腿、肚腿的心 如果大家有体会 这样一类的急性的被 所以缺币的炎症通常是自现性的 你几天不吃它就好了 就喝点水 或者输点液 它就好了 它不会牵引 但是一个病例外 那就是急性 HP癌症的时候 它通常不会自我的消失 那么急性病例会 必定也可以常常引起 上调的出血 那么这个时候 后来就会出现 小 则肥腿的肥病 出血量 出血量大 就可能引起裸血 那么这样一类病因 有的报道 可以占到上调的出血的四分之一 那么 如果说是 病例数的不同 它肯定上肯定的偏差 报道最多的呢 可以达到百分之十 最少 最多的到百分之四十 最少的呢 只有百分之十 体症里没有什么特殊的体症 这样一类病人的体症就是 可能有点少 比较痛 然后 你自己也可能感觉到 肠子会成个呼呼哭 那就是肠病抗计 诊断 主要是依靠 临床上的病史 还有 症状的体征 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必确诊 确诊的手段是什么 内静下的表现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连过有一半的冲雪水肿 还有其他有点不一样的形成 有时候如果说你做内静做得及时的话 你还可以看到新冲的出血 这就是内静下的表现 这是一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箭头上面这有一条黑的管装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内静从根门这个地方下来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背离白色箭头指的地方 这哪一片均匀分布的平坦的点状或小片状的 连膜充血泥烂甚至是出血 这个就是检查又往后推了一些 病情已经有所缓解 或者说它的出血不那么严重了 但是还可以看到 点状或者是小片状的连膜下出血 充血水肿 这个呢 就是已经有些地方结成血痂了 这些血痂底下就是一些前表会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被动 很多地方都是有血痂的附着 然后你这血痂的下面 就是粘膜的破损 或者是上皮的上尸 那么这种上皮的上尸 就是如果超过粘膜基层 就是前面的溃痒 如果没有超过粘膜基层 就是一个泥烂 那么这样一个病变在地底下 是不能把它区分的 需要硬的检查 这个出血就更加严重了 那么它为练膜 广泛的弥烂出血 有比较大的血痂 附附在病变神双的创变之上 在这个血痂的旁边大家 在英语也可以看到白色的 这个胎的形成 这些地方也是一个上皮死伤的部分 那么如果说去病毒 相应这个地方 可能已经复合了联合基层 前表会 那么治疗 那一切急性的疾病 首要的一个治疗措施 就是病毒 你取出了病毒 你可能很多的情况下 不要用非常特殊的 这种治疗措施 就可能使病情犯 那区域环节 那急性病毒也是一样的 那首先就要停止 一切对胃烈膜有刺激损伤的 饮食药物等等 必要的时候 还得进食 或者是至少 是一个人 是给他脖子移植 或者是软食 随着病情的不同 也是不同的 我相信有些同学 一定有这样的体会 肚子不好了 自己的肚子 也就可以慢慢缓解 除此之外 就是对症处理 那么 对症处理呢 就包括 如果说 疼痛比较厉害了 可以用一些经济 比如说 Atropy Atropy 反应比较大 往往 吃了之后呢 口干吃了造疼 放大 老年人 还可能出现尿醋 油 那么 新浪和好的 能量 还可能出现 新脑素 那么这样的 比较 做成比较强的药 我们一般的手 不足 一线的药 一般用 路本性 有十二 非特性的解禁药 使用 这些药 如果说 患者有 不可以用 此兔的药 比如说 有 不反应的原因 被听众了 还有 过山的病毒 在一起 药 除此之外 一切的 被淋漠型酸 几乎 都有 胃酸的材料 他们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适当 一致胃酸 一致胃酸 有很多 比如说 有 有 M-sose的主织剂 有 H2-sose的主织剂 有 VP-sose的主织剂 有 脂质棒 一致剂 那么现在 经常用的 主要是 H2-sose的主织剂 和脂质棒 一致剂 也就是 PPI H2-sose的主织剂 和PPI 它的区别 就在 胰致酸的 程度的不同 PPI 可以一次 99% 一致剂 酸的神秘 而 H2-sose的主织剂 平常 一直 70% 或者是 60% 那么 如果说 这个病人手上 链膜 链膜 比较严重 还有 链膜保护器 嘔吐浮现 比较严重的病人 一定要注意 纠正 水电解质 平衡 如果 如果 有上校道 数学的话 你应该同时 可以自学质量 这就是 急性肺炎 所包含的内容 那么 重点是 慢性肺炎 那么 慢性肺炎 它跟急性肺炎的 是以中性肺胞肺炎 慢性肺炎 是以淫化细胞肺 将细胞健康进去 这个疾病 非常非常常见 尸检的资料 是 发病率达到 60% 但是 实际上 就我们 内进 缩检 送到病理科的 这样一些资料来说,绝大多数都有单个合习的情况,也就是说慢性肥炎症 年龄越高,发病率越高,高年组可以达到80% 慢性肥炎,分非萎缩或者车型肥炎,还有其他的特殊类型 慢性肥炎有不同的病因,其中自身免质性肥炎是在美国比较多见 所以它导致的萎缩以胃体为主,在我们国家是以尤门罗马亭感染所导致的胃炎为主 一般认为我们国家的HP所导致的胃炎达到60%以上 但是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肥炎数据 病因,首要的病因还是HP HP是1983年,马亭尔成功培养出来的 实际上发现它要找到活动 在上个世纪一八几年的时候,有人就发现肥炎的细菌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也有人发现肥炎的细菌 是这样一个系细菌的研究得以允许 那么在过去,通常都认为贵里头是无限的实际上 必须有多事 在脉性肥炎里头,实际上百分之五十到八十 甚至更高的,给这样的电源,HP都可能是阳性的 那么,自从Baron Marshall把它培养出来之后 八三年之后,全世界,包括我们,国家 都对这样一个细菌而深入的研究 那么,这样一个研究显示 绝大多数慢性的病人,贵里头都可以讲到HP 而且,HP的分布与未来的炎症程度的分布是一致的 而且,跟着HP之后,未来的炎症可以得到无力的程度的环节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分布 其中,Baron Marshall其中有一个人 他就自己服务了HP,然后能够给它一个急性炎症 然后想慢性过度,跟着HP之后 它就用弓箭的消失 那么,在动物模型里面,也可以用HP就是慢性的炎模型 那么,它的作用几率实际上有很多很多 现在还在不断地研究的过程中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作作用 它可以引起抗原的抗疾反应 那么,这样一些作用机制 它在不断地研究过程中 其中还有一些相关的毒素等等 现在是研究的比较近年来也就是比较的热门的 比如说CAD-A,CAD-A,CAD-C,这样一些内容 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你的社会环境容疏 世界范围社的这种流行病毒的贵理调查研究 就发现这个贵理膜的萎缩和常化的发生率 这个贵癌的发病率 差异是大致相同的 这其实与饮食还完全是有关的 那么,食物中还有一些食盐含量比较高 还有缺乏新鲜的蔬菜水果等等 也与贵理膜的萎缩和常化贵癌的发生率 有一定的关系 自身免疫,尤其是在北欧,也是一个重要的功能 那么,它是以贵体的面膜萎缩为主 那贵体,大家知道,它以大量的壁细胞 如果贵体被摸的萎缩,就可能导致贵圈的切发 在这样一类患者血液中可以测到有自身抗体的存在 那么,包括B细胞抗体,内因子的抗体 还可能伴发身体器官,其他器官的自身移性疾病 比如这条位置,加上腺炎等等 由于这种自身抗体的存在 它可以攻击B细胞死,B细胞的数量减少 酸的分泌因子相对的减少 那么,内因子抗体与内因子结合之后 它就可以使用 维生素B12,吸收,受到阻碍,从而导致 维生素B12缺乏,而引起了病毒 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胆子犯疗 也可以使用病毒,也可以使用病毒 然后再进入胃,也可以引起病毒 还有服用恩赛的药物,还有长期的营救 都可以引起病毒 那么它的病毒 是由表面向生产发展 由胃动物向类去发展 那么,当局限于粘膜尘 而没有引起粘膜的萎缩的时候 我们称之为前面性肺炎 如果引起粘膜的萎缩 我们称之为萎缩性肺炎 那么萎缩性肺炎的时候 除了有病毒性肺炎剪刃之外 对于腺体的破坏,萎缩、粘膜变薄 甚至失去分泌、粘膜的能力 除此之外,由于反复的炎症破坏 这样一些炎症的过程 使燕磨不断的出于一种破坏 增生修复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就会出现燕磨的长线的化身 这个时候你在显微镜底下 就可能看到肺炎细胞 这种肺炎细胞通常见于长上皮 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长线化身 除此之外,还可能出现一家型油脑化身 以及固点形增生 固点形增生 固点形增生就是病毒上的 出现固点形的上皮细胞 核增大 细胞拥挤、分层 然后面膜结构化身后 分裂向增多 那么中度以上固点形增生 这种肺炎细胞 那么现在的一些概念就是 我们通过中度以上固点形增生 以致 重度的固点形增生 都称之为上皮类的流变 高级的上皮类的流变 轻度的呢就称之为低级的上皮类的流变 这种肺炎细胞 临床症状 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有症状 有新的症状 那比如说 上腹或不舒服 有时候有腹痛 有粉痠 有爱气 小数比较重的人才有糊涂 那么 有些病人 他可能表现出比较重的症状 那么这个比较重的症状 茫茫还有病人的精神 肺炎细胞症状 是心里处在里面的参与 也有每个个体 对疼痛的不同的耐缩性 参与的其中 只有很少很少的病人 疼痛、厌食、消瘦、疼痛、外癌症状 像外癌症状的这种情况 这种免疫性肝炎除了上皮症状之外 还有瓶血、舌炎等等 实验室检查 主要依靠胃镜和颠膜的磨解 这是最可靠的 也是首选的证明方法 慢性前表性肝炎的时候 主要是颠膜充血水阻 胜出比较多 颠膜是光滑的 可以有少量的 这种初选性肝炎 如果是慢性肝炎 粘膜就会变得毛 粘膜变得苍白 你在内定下可以看得到 粘膜的相性、白相为主的 粘膜奏品可以变细 变平坦 粘膜下的血管都可以看得见 有时候不断的长化 有些粘膜可以出现 灰白色的小颗粒 这种真身的情况 容易发生疑难和出血 我们通常对 萎缩性的颜色病 来进行火解 特别是有长化的 有不点真身的情况 那么火解是对重要的诊断成分 那么 检测HP 现在一般来说 不太有火解的方法了 因为现在有比较好的 多些实验 和非弃肉性的 骨手上粘膜 这样一个方法 现在逐渐在取代 一种粘膜火解 为什么 喝进这样一个 碳式式火解线的尸体之后 它分布在全位的粘膜上面 那么它不是一个点 薄解 而没有 求不到 有HP的这样一个组织的这种局限 所以它的阳性量 要高一些 HP的检测 发展了很快 有快速调度媒性的火解方法 有血腥抗体 HP抗体的检测 这是主要进入流行病学 还有这个火解标本的图片 这个也是放在形态性 下面进行颜色 进行观察检测 还有细菌培 这个耗时比较长的一般 仅用于研究 那么现在人们常常去研究 实用的非弃肉性的方法 就是料素的标记等 就是碳13和碳14的一些实验 他把料素 碳13和碳14标记了之后 那么利用这个 哥们罗柏菌在外内 可以分解这样一个料素 因为哥们罗柏菌 还有大量的料素酶 它不够分解 我们口服进去了 没有味道的料素 然后分解出来的 还有碳13和碳14的 二化碳 由于它的余伤能力很强 可以进入血液 然后通过呼吸道呼出来 然后我们在测呼出器的碳13和碳14 就可以知道 这个胃里面有没有 有没有感觉的代表 那么慢性肺炎 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检查 比如说胃炎分析 在维缩性肺炎的时候 胃酸是降低的 血清解检查 或者是针对自身女性肺炎 有一些肺炎抗体的检查 有肺炎抗体的检查 有肺炎抗体的检查 X线检查 在目前的状况 临床实践中 仅用于那些不能进行肺炎检查 或者换句话说 是肺炎检查有进去针对 这样一类的患者 X线检查 X线检查 在我们医院 我们记录上 不用慢性肺炎的检查了 X线检查在胃炎 它的表边比较少 它是一个重叠项 重叠项 重叠了X线头下 它发现微小分别的能力 所以内景表叉很多 那么气队双重召移 可以发现一些真相 比如说联膜 咒励相对平坦 联膜粗躁 有些原本比较剧烈的地方 它可以有精神性的抽出等等 有这样一些真相 它毕竟是有限制的真相 所以最重要的 还是内景检查 这是一个慢性肺炎检行为的内景 大家可以看 那么大家可以看 我添膜是松球水爽的 这有白相 有红相 主要还是以红相为主 添膜基本上都是光滑的主 那么这个就比较严重一点 可以见到片状的宏观 这个另一个就有清多的文书 在镜头所指的地方 还有遗难的出现 这个呢大家可以看到 胃斗 黏膜已经变得薄了 黏膜下的血管已经被卡建了 在桌面的时候 在桌面的时候 一个原因就是 观察灵膜萎缩 还是不萎缩 打气一定要十度 如果你打气很多的话 它就像一个气球一样 膨胀很薄 灵膜也可 也可以看到血管 所以应该是十度的气 那么冲击的标准就是 以归人工咒病 是一个致命的状态 没有被撑开斩屏 这个呢就是美术性内容 这一段要点 在讲检查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说了 最主要的 是内部检查和病毒剂 那么病史和体征 它是没有特异性的 通常用于我们领床上观察药物 这个病因的判断 还有症状的程度 对人的影响 那么X线可以明确地说 活泰有大的价值 因此 农床上怎么说 活泰有的X线 背景和联合活景 才是最最主要的证据 那么内境下 曼菁美颜可以分为 前表性的 有说性的 或者是非微说性的 那么 如果它同时存在于疑难的 这状态 那么在描述的时候 就要写上半疑难 或者是半疑难 那么可以描述病变的分布和范围 或者是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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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整段依据你 主要依靠 粘膜是否有冲血水肿 红斑 初血点 颗粒 还有粘膜 是不是有血管套件 等等这些 真相 那么 那么 未经有所得到的好处 就是可以拍照片 在你拿不准的时候 你拍照照片 还没有相互的交易 那么 除此之外 未经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去逻辑 那么一般来说 在为大湾 为小湾 为体 为斗 这样 四个地方 应该各 各取一块 来与其全面的断断 这两 首要的 还是要允计 你们的这种允计 那么 如果说这个HP感染 有比较明显的证捉 按照现在的 指南和共识 都应该有允计 那么这个 根据HP 是 第一个 可以使得更明显的改善 第二个 不重判断 水智 是更多的形式 那么 根据HP 有哪些指针呢 就是 第一个 最近像有明显异常的 比如说 有萎缩的 中度以上的说的 第二个是 有中度以上 常化的 不明显生的 遗难 这样一些情况 都应该有 HP 第二个 就是 灰癌的 那么 经过严格 丢门老感军 除了 有溃疡 有关之外 它还是 被癌的 重要 治病 经营 那么 伴有 糜烂性的 十二指腸炎 还有 伴有消化病 症的 治疗方案 如果说这个人没有配癌的话 通常是毕竟加两种抗生素 或者是自己帮你自己加两种抗生素 所以胃的环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 就是因为它有肌肉干的 不太多 很多抗生素 比如说 红霉素 在体外 它有很好的抗原本感军的作用 可是在体内 它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差的 或者是没有抗原本的这批作用 所以 在选择抗生素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考虑到 胃脸的酸性口味 那麼跟處於幽門口感菌的治療方案現在國際上基本上到目前為止還是生命治療 也就是BG加兩種抗酸素 或者是半疑字劑加兩種抗酸素 BG有酸胺酸B 我們國家有火焦B 在國外還有刺痱酸B 刺小酸B 這樣一些東西 那麼抗酸素 國內外使用的主要是 恰安變青梅素 克拉梅素 替小酸 還有四萬素 四萬素在我們國家已經淘汰了 到哪兒都找不到 好 那麼只有在獸醫站好像還在裡面 那在國外的那裡 它是四萬素還在裡面 抗酸半疑之際 有奧美拉座 埃索美拉座 藍索拉座 還有新開發出來的雷貝拉座 等等在現場 這是半疑之際 它也是加上以上 這樣一些抗酸素 可以構成三連療法 然後根除HP 那麼現在新研究的 用於卡克基地治療的 還有 所全 養肌插心 0.5 BID 據報道 也有很好的療效 那麼在我們國家70年代 80年代 曾經歷特林治療慢性肺病 尤其是很多人 取得了非常好的療效 只不過那個時候肚子有道理 為什麼歷特林能用於治療慢性肺的疾病 說肺炎或者肺炎 那麼現在 80年代末 90年代初的時候 有人就進行研究 歷特林 也就是佛蘭錯膿 它具有比較好的 看好的 用力量感染症 而且它用量比治療寫的時候 用量比較低 它只需要0.1 BID就可以了 還有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比如說 美麗TDN 素顏3B 可以加上體樣的可憐素 還有比如說 H2受體組織劑 代替TDPI 然後加上三連治療裡面的 就是第一大類方案裡頭的 就是三組組成四連治療也可以 那麼 根除H2的治療範案 嚴格是非常有趣的 最開始的時候 立即治療3到6個程度 單一口 發生效果 然後到疾根的時候 五連治療 治療有能量感染症 但是發現腐敗太大 無主無有罪破 大家形成的故事就是目前三連治療 日本人還有一小時的治療 他用一個耐氣囊的導管 放到病人的十二個腸 把這個氣囊打起來 把十二個腸人微的 操作一個阻塞 然後把含有糖酸素的液體 灌到病人的肺裡面 讓病人做三百六十度的三針 只要一個小時 他就完全可以跟索的運行 但是總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必要 那麼對於其他的慢性肥炎的一些症狀 我們還可以用胰酸治療 或者是抗噴治療 那麼胰酸抗噴治療 主要用於有胃酸膜 破水 疑濫 或者是有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些症狀 例如說有瘦心 反酸 肌肉痛 那麼 胰酸劑或者是抗酸劑 可以選用於胃酸素的組織性 或者是自治法人的組織性 比如說胃酸美拿座 染手拿座 白皮拿座等等 抗酸劑可以用抗酸劑 還可以針對染子反流 抗酸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病毒 進行相應的治療或者手術 比如說本質反流可以做 有胺酸劑 那現在研究裡 可以綜合胆脂中 某些具有身上作用的成分 具有保護對抗酸劑 那麼對於服用 N-Side類類的藥 如果受了抗酸劑 就可以把它強調 如果說這個病人 他有比較大的 心血管事件的風險 或者他本身就是一個 類風濕性關節炎 而引起關節痛 等他需要服用N-Side類類的藥 這樣的病人 讓我們要給他 可以相應的被綿膜的保護器 甚至是有第三劑 比如說PTI 進行預防被綿膜的傷害 第二個 帶來的治療 就是增強對綿膜的防禦能力 那麼適用於 有被綿膜的瀞 出血藥或是 病人的病人 有些藥物 比如說裹膠益 它可以用 它可以用這個 殺命HP 同時它還有 在綿膜的表面 形成一層保護膜的 這樣的作用 那麼還有一些 雕物比如說 魚燈上的可以用 去加強被綿膜的防護能力 那還有一些 對症的治療措施 比如說如果說 病人消化不好 有保障 找到的症狀 也有 觸動 被嚐到的觸動力 除此之外 有些治癖因子 應該盡量的消除 比如說吸煙 不良的飲食習慣等等 還有一些 對症治療方法 比如說如果說有 疼痛的話 它可以用一些經濟 還可以用 梅治劑 促進 患者消化 那麼你們這次 中醫辦理 對吧 中醫實際上 我是非常非常相信 中醫的 中醫它的視角不一樣 中醫的實質在哪個地方 最關鍵的點 在哪裏 在變成實質 所以 中程藥 論什麼症狀 都開一個程藥 我覺得這樣的做法 好像跟中醫的精髓 好像不太一致 那麼 根據病人的不同的症狀 真相 可以選用不同的重要技術 這倒不是說 我在這兒 好像是 自我表白我 相親中醫 而是 我們家 這樣一切 下來我再給大家講 其他的 有些慢用肋炎的病 或者是 功能性被腸病的變化 由於腸疾病的疾病 或者由於他自己身體屬於這個原因 他有一些精神心理研究參與 那麼 這樣一些病人 可以用糖尿療 症效療 那麼病人有良好的症狀 可能症療 要輕一些 有些病人可能還需要心理症 那麼 對於有 癌症病病 應該進行 黏膜切除 那麼 黏膜切除 現在已經 已經 已經有了很多 我們內檢查 可以把這樣一個病病的黏膜 用 黏膜下注射 跟有骨糖的方塊 使得黏膜拖起來 然後 再把這一塊兒 把它切裂 然後 經過 患者的自然修復 可以完全回復 那麼 甚至 現在在日本 在國內 某些醫院 找癌 也可以用內疾 就是這樣 不說了方塊 除了黏膜切除之外 還可以 黏膜 玻膜 育後 如果說是感染 HP 一般來說是 很少有自發清楚 但是 藥物根除 那麼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根除了軍事之後 應該是 四周之後 再查 HP 這是 對HP 是否根除的一個 實現他們的標準 國內外 都才能 這樣的標準 那麼 曼千輩炎 毫毫是 長期的存在 只有 少 一分 並 可以大分之 好 謝謝大家